大家好啊 久等了 终于回到家更新视频了 会员朋友们都知道 这段时间我去解决自己的事去了 比较忙啊 人又在外地没有带电脑 所以没法更新视频 解决完事情之后呢 虽然是风吹鸡蛋壳 才去人安乐 但是还是要组个酒局 答谢一下帮忙的朋友们 然后又和当地的球友 踢了一场球 心情还是不错的 踢完球肯定要喝酒嘛 都是踢球的 喝酒聊天 自然也就离不开足球比赛了 刚好喝酒的那天啊 是世纪赛中韩比赛的前一天 话题自然也就离不开这场比赛了 然后又因为聊韩国 就展开到了朝鲜 又从朝鲜展开到了朝鲜战争 这个时候一个哥们就说啊 他爷爷当年就是志愿军 参加过抗美援朝 他用的是抗美援朝这个词 这个词的立场 肯定就是符合我国现在的史观的 他说他爷爷运气好啊 是五三连入朝的 去了没多久 几乎没打仗就停战了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哥们就问啊 哎 那里爷爷是怎么参加志愿军的呢 因为那个时候志愿军的来源都比较多嘛 有的原本就是解放军 有的是内战期间国军起义的 还有就是招了新兵 这个哥们喝了一口酒说啊 49年全国沦陷了这儿 话还没说完就被问问题的哥们拦住了 哎哎 骂走全国沦陷啊 骂走全国沦陷啊 你到底哪头的 再说49年全国也没沦陷啊 委员长还在西南一带活动了 然后就把目光转向了我 你说是吧 妈的我很慌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不满的是沦陷这个词 还是全国这个范围 联盟举起酒杯说 没事没事 后面都沦陷了都沦陷了 来宰宝们 大家一起喝一杯 这就是我们这帮人啊 在酒桌上的段子 喝酒嘛 就少开心 嘻嘻哈哈 要是喝酒都一百一眼的 谈什么所谓正能量 那也喝什么酒不是 我们又不是周小平那种 公布个结婚消息 都要整个申许国家 心许里这种漏洞百出的 所谓正能量宣言的人 我们跟他们这一类人不一样啊 我们爱国是身心都爱的 爱老婆也是身心都许的 我才四十来岁啊 还没有肾虚 凭什么对待老婆 要身心分离 搞出一副心有余 而力不足的样子了 这些喜欢表演爱国的大V啊 现在总是喜欢跳出来 整这种逻辑上 都说不通的正能量 比如前一阵 金灿荣又跳出来 符合为始论 不信了罗马存不存在 真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 亚里斯多德存不存在 是吧 希腊三圣贤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据说他写了一百多本书 一千多万字啊 然后留存下来是三百万字 那这里面疑点太多了 第一 十三世纪以前 没有这个人呢 在所有的西方文献里面 没有这个人 突然冒出来的 我什么都懂啊 光学也懂 伦理学也懂 经济也懂 政治学也懂 胡说八道 不存在这种人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写的太多了 西方造假造过了 他说的这些东西啊 都是十多年前 核心在天涯论坛 发出来的论点 其实当时就已经在论坛上 被网友们反驳得体悟完肤了 针对这些观点 已经有很多博主 网友都写文 录视频反驳过 我这期视频就不详细说了 如果大家看其他博主的视频 觉得还是不清楚啊 那我看我找时间 做一些关于这个 为史的视频吧 金灿荣作为一个 人大国际关系学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授 算是个有官方背景的 主流学者了 突然跳出来 复合这个很明科的 为史论 让大家觉得很诧异 这是代表官方 也支持这种 为史论呢 官方支持不支持 我不知道啊 但是金灿荣 突然出来说这个 是因为他加入 这个不太准确 因为没有证据 但是最起码 他是和为史论的 这个团伙有了关系 去年12月的时候 他就给一个 西史辩委论坛 发了贺词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的金灿荣 有幸呢 从黄和清的老师 那个地方知道啊 第三届西史辩委 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论坛 咱们太原召开了 很遗憾啊 因为日程的冲突啊 我不能亲自到太原 这个现场参会 向大家学习 预祝 再次预祝啊 咱们十六时期 太原的这个 西方这个 为史辩证啊 这样一个会啊 能够圆满成功 这个论坛已经召开三届了 第一次召开是在 2019年 两年一届 而且有赞助商 他们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就通过对古希腊 古罗马 古埃及等等文明存在的否定 然后推论出 西方在十七世纪之前 是一个原始部落的社会 现代西方文明的起源 不是古希腊 而是中国 这就是我以前多次在视频中提及的 我是你爸爸的理论 甚至啊 他们还要推导出 在十九世纪初期之前 中国是世界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科技大国 而西方是靠明清时期的传教士 透了中国的制度和科技 才开化起来的 十九世纪啊 1800年 是大清 嘉庆五年 乾隆年间 英国商人 马戈尔黎的使团 就已经放华了 更早的明朝末年 十七世纪 大明就在用葡萄牙的红衣大炮了 然而 在这些 我是你爸爸叫的信徒口中 这些大炮 使团 都是原始部落弄出来的 他们觉得 推翻了别人的祖宗 中华民族就复兴了 所以他们的论坛名字就叫做 西史变伟 与中华文化复兴 学术论坛 他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按照他们的理论 西方世界 在十七世纪之前 就是原始部落 那代表西方 在四五百年之内 就从原始部落 发展成为了现代工业文明 飘洋过海 把战舰架在了 五千年文明的 东方巨国面前 而与此同时 支持他们发展的科技 制度等 都是从巨国偷过去的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巨国 从上到下 都是一帮傻逼 五千年 比不过人家五百年 他们在努力的 证明中国人都是傻逼 还说这是爱国 这就真的只有傻逼 才能信了 前一阵 奈飞拍了的电视剧 三体 第一集就是 批斗爱因斯坦 批斗相对论 很多人以为 这种事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然而并不是 在经历了改开 能吃饱饭以后 有了一定的精神文化生活 那胖子鱼猎又复活了 又把那一套理论搬出来了 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也是他们攻击的对象 其实并不是相对论 不能质疑 科学本来就是一个 不断质疑的过程 对各种科学理论的质疑 甚至推翻 是为了更好的完善 科学理论体系 科学本来就这么发展来的 对科学的质疑 不应该是由立场去决定的 你不能说 我不喜欢俄国 就不接受我们 尖列父的元素周期表吧 然而 这些文革余裂 恰恰就是用这种立场 去质疑科学理论 他们明确指出 当代西方伪科学 是中华民族科学复兴的 绊脚石 我原本以为他们说的伪科学 是指什么地平说之类的 但是并不是 他们所说的伪科学 是指在狭义相对论 与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上 建立的天体物理学 宇宙学 量子场学 粒子物理学等一系列理论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所有的西方科学理论 都是伪科学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伪科学理论 才禁锢了中国的发展 他们现在所做的 就是喊着口号 去这些科学理论里面 找漏洞 仿佛只要找到了漏洞 就能推翻现在的科学理论体系 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 能力建立新的科学体系 只能是来回的折腾 什么易经 永乐大典之类的 并且用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来站台 其实他们的这种行为 恰恰是给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抹黑 比如啊 之前的视频聊过 爱妖静说 毛主席应对苏联的核威胁 制定了换家计划 全部武装占领 苏联领土 并全民移民苏联 在苏联安家过日 这种白痴的战略计划 只有爱妖静及其信众才会信 不管怎么评价毛主席吧 他最起码是作为领导人 通过战争建立了共和国 在这一点上 他就不可能是个战略白痴 并且针对于苏联的核威胁 中国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 物力开展三线建设的 只有爱妖静这种战略白痴 才会相信 这种玄幻的患家计划 而爱妖静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白痴 就把这个计划 套在了毛主席身上 这非但不是给他偶像争光 反倒是让他的偶像 从战略家变成了战略白痴 这些西方为始论患者也是一样 目前没有任何官方可信的资料 证明毛主席是反对相对论的 但是这帮西方为始论患者 就是要拉毛主席出来站台 说据史料透露 文革中反相对论运动 是在毛泽东主席的受益下发动的 虽然我也很愿意相信 但是也是要实事求是 我翻遍了毛泽东脸谱 没有就是没有 什么事都是要讲证据的 我一直觉得 这些为始论患者说什么 是他们的言论自由 在民间讨论没什么的 但是这些为始论患者 借着文化自信和文化复兴的风口 一直在呼吁国家力量的介入 现在在我国 如果有国家力量的介入 这就代表有一方要闭嘴 这次金灿荣这种 有官方身份的学者介入 如果就是他们呼吁的结果 那么爱因斯坦 他由来救世良的日子 也就不远了 好了 今天先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会员朋友的支持 和订有的订阅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 对了 最近应该是有一些新的订阅吧 他们在问 我是不是在B站有账号 那就再声明一次 我只在油管有账号 其他平台出现的都不是本人